你為什麼一直跟著我呀 你張大伯說讓我跟著你 不能讓你私下跑呢 你看啊 這個村子東邊靠山西邊淋水 南北被官兵給擋了 我能跑哪兒去呀 不過這一山傍水的 風景倒是挺好啊 你也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昨天就沒有吃東西 待會兒我抱你回去吧 你省省力氣 大人 這幾天我們都快餓死了 有人在河裡落了漂亮的死竹死兔子 回來煮著吃 太臭了我吃不下了 我哥哥吃了 我哥哥在那邊的林子裡 摘了野果子給我吃 可是現在哥哥病了 野果子也都摘完了 別哭啊別哭 我們待會兒再去看看 我摘野果子可厲害了 能爬很高很高的樹啊 真的嗎 真的 我 我 什麼 我聽不清 你說什麼 哥哥 沒事沒事你先別哭 哥哥只是暈倒了 讓他休息一會兒 來 來 來 沒有大夫的藥 可能也熬不了多久了 哥哥 哥哥你快醒醒啊 哥哥 一 二 三 四 四個女人 其他全是男人 這病 難道只傳男人 有人在河裡落了漂亮的四種死兔子 回來煮著吃 太臭了 我吃不下 難道這病 跟吃死牲畜的肉有關 這位大姐 大人 她生病之前 是否吃了那河裡飄過來的死牲畜的肉 是的 大水過後 村子裡什麼都沒有了 樹皮草根都挖來吃了 實在是受不了餓的 男人們便撈了牲畜的肉烤了吃 這肉都爛掉了 你沒有吃是不是 我實在是吃不下去 那野肉我餓臭得很 那好 你現在就去告訴村民 再也不要撈那些死牲畜的肉吃了 你們的病 怕就是這麼得的 這是真的 我現在就去抓 我大伯還在河邊撈呢 走 好 大伯 大伯 別撈了 不能吃啊 住手 別撈了 這些死牲畜的肉吃了會得病的 吃是病死 不吃餓死 早晚都得死 別撈了 別撈 吃得很快就到了 你幹嗎呢你 燈棍了不起啊 欺負老百姓啊你 我這是救你們呢 大伯 別說了 這位大人說得有道理 吃了肉的 多半都病了 我們沒吃的都好好的 我們也想活呀 可也得有命活呀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們的 這都一天了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啊 他們在等什麼呀 不對 他們不是想要對付我 我只是魚兒 他們在釣魚 不能晃 不能晃 殿下一定能看出這是個陷阱 不會往裡跳的 不行 大人 大人 我這裡有好多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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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